您见过无人驾驶的集装箱船吗 我国首艘全球规模最大的自主航行集装箱实验船制飞号 正在青岛一家智能船舶测试厂进行调试 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独家探访 我现在是在青岛船厂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制飞号 制飞号总长117.15米 共分为三大部分 那么中间呢就是船的一个货舱部分 共有五个大货舱 可以装进300多个普通大小的集装箱 那前面呢就是船头 船头呢也是我们的驾驶舱 也就是船的一个大脑 这边呢是船尾 装备了动力和推进系统 那目前呢制飞号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一个调试 是对试航前的设备进行整体检查 为后期的试航做保障工作 主要做的就是效仿系统的检查 以及对监测报警系统 等等这些系统做最后的一个保证工作 制飞号是我国第一艘满足无人驾驶 自主航行测试需要的沿海集装箱运输船 由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作为技术牵头单位 青岛兰谷智慧航海青岛科技公司负责投资建设 2018年开始投入研究 随后成立了将近100人的研发团队 取得了400多项发明专利 其中4项还填补了世界空白 2020年5月份正式开工建造 和普通的船相比 制飞号具备无人驾驶 远程操控 以及自主航行三大功能 我们这个本身有自主航线规划 就是我们在从A点到B点 我们只需要点的这个点出来以后呢 它就可以在这个实现最优化的这个航路规划 通过雷达ARS等一些这个外部感知系统 来对这个传播进行 像人的眼睛一样来看 然后来识别 无人驾驶时 如果船只遇到障碍物 或者没有标注的水下暗礁时 该怎么办呢 制飞号上搭载了自主研发的雷达系统和球匕首 可以应对海面上和海面下的各种情况 那么在制造船呢 我们可能跟传统传播不一样 我们当然你看这个下面一个球匕首 这个球匕首呢 传统的是一个钢制的 我们是用这个符合材料 里面有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水声避碰系统 那么对传播在水下的障碍物进行一个避碰 那我们的雷达呢 跟传统传播也是不同的 它具有这个目标跟踪的功能 通过这个跟踪功能 对我们这个传播呢 进行这个目标的识别 进行传播避碰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这个雷达呢 跟我们的暗机雷达 是进行信息数据融合的 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海上的目标 给它提供一个数据支撑 它们进行信息交互 工作人员表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 目前发现制飞号的机动性和操纵性 都要强于现有的普通传播 制飞号正式投入运营之后 将大大减少航运的人力成本 提高航运的安全性 目前现在这个海上一些交通事故啊 人为的因素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那么我们采取这个自主航行以后呢 会有效的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制飞号是计划的在今年的10月1 由山东港这个航运集团来进行租赁 跑董家口到青岛港航线进行商业运营 制飞号是智能船舶与智能港口 深度融合的集成样本 它投入使用后 将未实现船舶货运无人化 乃至航运业态再造 奠定重要技术基础 对促进我国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 推进智能航运和船舶工业技术进步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对促进行租赁